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它就是回到原来的乡型 但是还是一个 算是一个乡型整理的格局 只是说我们先从这件事来看 这件事情它就是在抓漏 因为大家都在之前它禁止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一些禁令 就是说大家会找一些其他的方法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A100 H100 那进A100 H100 那就用A800 H800 那AR800 H800之后又因为晶片不足 对不对 那封锅才能不够 所以就用了L40S 那我们先来看就是说 这里面就是几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它把后门给关了 这个出口被封了 也就是当时刷漏洞的那些点 它要把它补起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确实会影响到 包括A100 H800 H800 还有L40S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中东的传言 就是之前贝贝洋洋说 可能会进中东的东西 就禁止你绕过大陆 出到中国去 那看起来这个是第二个影响 所以中共的那一个传言也成真了 这是第二个影响 所以我们先从这里来看 那么其实它把规格列出来了 那这规格的话我们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它从算力来列 然后除了从算力来看的话 那也包括什么 那也包括另外一个呢 它就是说一个是叫做TPP 那TPP其实讲的就是算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晶片的尺寸 那这个用PD来算 那所以的话它有四个东西 这四个满足任何其中一个的话 那么就会受到出口的限制 那所以高阶晶片就不用说了 高阶晶片虽然降规之后也还是符合 所以等于是A800 H800 A800都在里面的这个里面 那市场很多人在说AO40S有没有 其实AO40S也有 AO40S的话呢 来看看呢 那么这是算出来的几个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那符合的规范大概都在这边 大部分的话包括A800 H800 都是符合前面的这一段 那另外的话呢 RTS4090 这是很常见的绘图卡 这个就是符合下面的这一段 所以整体来说就可以看到很多都会被影响 包括A100本来就有的 那H800 那再来的话当时降规降到的H800 然后还有AO40S 所以几样东西都已经算是在影响之内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 那第一个就是当他当时 这个在走这个 在走这个禁令漏洞的这个点 他把它封起来 因为最近有中东事件嘛 所以其实这关系就越来越敏感 应该说不只是这一块 其实市场也在传说 有些无人机当时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绕道过去的 去让对手取得这个无人机 那所以的话呢 当然AI 它跟军事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美国的话它就是非做不可 所以的话 这里面就几个东西嘛 你向到影响的 第一个 当时纯粹售货于L40S的 然后呢 那或者是属于降规晶片的 那这个是一定会受影响 那所以呢很多人会说 这可能是 有些人会认为是短期影响 但是我认为 你如果是讲降规的那一些 它不见得是短期 当然中国他会想办法去 生他自己的东西 但是那不是 那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呢 那么来看到今天 跟L40S相关的股票 包括技嘉 包括华硕 那么也包括广达 广达经过下面的云达 所以你回来看 其实广达还算姿态高一点点 但是呢也破最近的底点了嘛 所以这景线已经快要跌破了 那技嘉 技嘉其实已经创新低了 有没有 其实技嘉已经创新低了 那伪创 伪创的也创新低 那么我们先说 音叶达也是嘛 这是当时降规的晶片 对不对 L40S 所以我当时想说 就是以AI来讲 你如果要看应该看 还是要看比较关键的零主节 这我很久以前就讲过 这就是一个产业里面的 竞争的一个态势 在以前的时候也都这样 对不对 以前你看到 不管是PC也好 手机也好 那其实真正会强的 真正会上来 就是后面会瘦会大的 其实都不是ODM ODM会有量 但是毛利又不高 他一开始初期毛利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通常到最后毛利就会 渐渐的降低 所以呢ODM的部分 广达技嘉伪创 我当时是觉得 我其实之前就觉得 这部分应该先要避开 也就是说你真的喜欢AI的话 它不是首选 那当然AI它是一个产业 其实没错 但是呢 这个每一个区块是差很多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 那么技嘉今天也是 他其实今天也是跌破了 跌破了什么 跌破了半年线 那破半年线又半年线上升的 所以呢 短线跌下 他有可能会弹下 但是弹起来其实 还是应该要比较保守 应该说谈起来 其实我认为是可以换股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形态已经 不是多头的形态了 对不对 你用旧线论线来看 事实就是如此 是不是 从上升的形态 变成下跌的形态 而且到半年线意思是什么 表示都已经回到半年的成本了 等于这半年内的人买金都没有赚钱 那么筹码也很重 对不对 筹码我上次有讲过 其实如果你把台湾的股票 就是NVIDIA 美超伟 然后技嘉广台伟创 你把它跟这几党做个比较 你就会发现 广台技嘉伟创 他们当时都比NVIDIA要涨得多很多 当时他们在最高点的时候 那个涨幅都超过他们很多 那跌下来的时候我们跌的比较多 但是到前几天的计算为止 涨幅还是比他们大 涨幅还是比NVIDIA来的大 所以应该说当时就是 有点涨过头 那涨过头理由在哪 就是因为基金跟ETF 对不对 基金跟ETF买了一大堆 我上礼拜才讲过 你看连基金都这样 你把今年在前几名的基金扫出来 那么很多前十大持股里面 技嘉广大网创 三个 很多人三个有两个 那或者有的还三个都有 所以呢 为什么当时我们的ODM 常常涨的比NVIDIA 本身涨的还要多 对不对 理论上NVIDIA的毛利更高 技术能力更强 但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涨的比较多 就是ETF的关系 ETF还有基金的关系 但是这就会造成什么 这会造成是 你涨的时候会比较 涨的时候会涨得更强 但跌的时候又会跌得比他们多 所以你看 就短线最高点到现在来看 那么 技嘉他们跌得比NVIDIA还要多 可你如果切到前几天的点 其实他们还是 技嘉广大还是涨得比NVIDIA多 这就表示前面涨的幅度是真的很大 应该是这样讲 所以呢 那么 技嘉当时营收出来的时候 其实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我们讲过好几次的点了 在这里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 然后反弹上来就是营收公告的时候 那营收公告的时候说 公告出来绝对不会是买点 因为很多人都在等这个营收 那营收出来之后 那果然那天就最高点 那么第四季 可能还会有一些 LS40的订单 但如果你LS40被禁的话 那么这样的利多 就应该不能当做利多了 虽然说一个月内 大家会积极拉货 一个月内确实会 能够拉货就赶快拉货 但你拉货第一个 也受到晶片的限制 然后再来的话 嗯 这就是短期利多 严格说起来就是短期利多 所以我觉得 这里面的重点有几个 第二个 第一个 纯粹当时是因为降规在涨的 好 那么这一些的股票会 应该是短线压力会比较大 好 那ODM厂商来说是 我本来一开始就讲过 我觉得你要买AI 应该也不是看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 通常一个产业趋势成型的时候 也不会是最大的收回 更何况未来还会有 比较多的什么 比较多的这个价格上面的竞争 或者是说 会有这种互相抢担的问题等等 这个都讲很多次 所以这是第一点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我们就心平气和来说 第一个在这个 当时是涨降规的这一些的话 那我觉得短线上都会受影响 那包括ODM厂商也是 那第二个就是 再把那个禁令给扩大 好 就是说呢 这个 除了以色列之外 很多中东国家都进去了 对不对 他就是没有进以色列 美国以色列就比较好 是不是 那加上现在又是什么 现在又是特别的时刻 好 那所以的话 跟中东直接有关的 当然会受影响 跟中东直接有关的 就会受影响 好吗 因为最近这么多的国际事件里面 对不对 就看得出来 那为什么大陆可以取得这么多东西 那为什么这次中东这边 他的东西 他的军备有一些 他也 他也有一些还不错的 算是 比预想要来得更高的 这个就是说 大家会担心你进一步的怎样 你从这个中国去绕道 那绕道之后的话 当然 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一定会做的 所以我之前就讲过 其实他一定会做 那尾影今天也是相对于弱势 那尾创也是 这个其实 都已经跌破这个半年限了 好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那 因为当时一下来的时候 很久以前就跟大家讲 这应该一个多月前就已经讲过了 其实我讲过很多次了 这一些应该都不是首选 你会说他们营收不错 但是那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股票看的不会是一两个月的利多 股票看的是什么 更长的利多 你等一下有更长的利多 要不然你短线上的利多 就会没有用 所以今天的话也会看到 有些股票就是当时也跟大家讲过 那你看今天秦城为什么下来 就是中东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这影响 盘面上影响有没有 有 对盘面影响确实是有 因为这个就确实是影响到 比较多的 尤其是广达拉技嘉伟创 很多这都是占全职的 华硕也是 对不对 那华硕也已经回到了半年线 所以呢 这个就今天来看的话 我觉得指数的跌幅会比较大 最主要是这样 但是呢 两线上是第一个 台币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弱 那甚至呢 它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点 有没有 有一点点开始要回升 就是说 它最凶险的那段过去了 台币压力最大那段过去了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这禁令也不是全部都是 也不是全部都是缺点 应该讲说 第一个它对于 欧美来说是好的 对欧美来说是好的 因为你之前晶片不是很缺吗 对不对 之前就是晶片非常缺货 那如果你这些禁这些禁 这些都禁的话 那么其实对其他的欧美来说是好事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所以呢 来回到大盘来看的话 那整体来说 好 那么因为多了这个东西 那多了这个东西之后 那你就会变成回到原来的乡型 那在原来的乡型里面 那当然 拉回要早买一点 这是第一个先讲的 但是呢 要早买一点 不是找当时大家 之前很多人在讲的那一些 包括技嘉 广大伟创 这些我觉得后面都不太容易有太强的表现 反弹会有 那跌升会有反弹呢 但是反弹 不容易会再成为主流 所以呢 你如果看AI的话 那AI你要把握的是什么 真正的关键领主界 真正的关键领主界 那今天很多人说 有一些股票也很弱 来我们来看看就是像今天台要下来 为什么 因为法人持股很高 所以很多法人高持股的 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你等他把法人的持股杀出来 等到法人的持股降到 降下来一些 到比较OK的时候 那我觉得他这里会有支撑 也就是说像这个就是纯粹跌什么 纯粹法人持股太高 这个纯粹跌法人持股太高了 所以法人持股比较高的股票 他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包括台光地也是 那短期都有一些 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呢 今天的盘的话呢 就说实在话 这个禁令的影响有没有 禁令的影响有 那很多人会说 之前的禁令没有太大影响 那是因为那时候位阶跟现在不一样 简单讲那时候位阶跟现在不一样 那时候位阶并没有 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 短线影响我觉得势必是有的 那但是第四季呢还是一样 你要趁这个盘拉回的时候 去把握好股票不一定是AI 不一定是AI哦 之前我就讲过 但是呢 AI有长线的股票 你要看的是零组件 这个 比较少工硬商的 那筹码整理过的 然后门槛比较高的 你要看的是那一类的零组件 所以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讲 但是呢 来 那么反正盘震荡拉回 但是呢 就还是在这个箱形之内 那这个事情 因为新出来的事情 当然对盘会有一定的影响 不然的话 我认为它应该在这个景线就有支撑 那你多了这个以后会怎样 多了一个这个之后呢 你就从上半端的盘整区回到什么 回到大箱形的盘整区 所以呢 那么 资金会有一点出来就是了 资金一定会有某一些 从组装那几涨出来 那出来之后就会有新的股票 所以第四季还是把握新题材 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下带回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我们内服台湾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出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商业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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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几天里面大家看到这个值数上去后下来 严格说起来 这个礼拜直数几乎是没什么长 因为今天才礼拜三 礼拜三礼拜二礼拜一 几乎只是每天都在跌 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是四黑 所以最近这几天里面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赚到钱 不过我们昨天其实有些股票 已经先把霍女帮在口袋里了 那么当然就是说 尊出了之后下来下很多 那尊出位置也蛮漂亮的 但下来之后今天又上去 所以短线震荡会比较大 那短线震荡比较大 那么不过重点的话 就是应该是接下来的东西 所以先来看 不管怎么说 就是来 大家还在讨论这个 很多人在想说 这个盘应该怎么做 或者很多有些朋友 手上比较多的股票 那因为我昨天讲 大部分的人 很多人都是买非常非常多的持股 就包括很多同业都这样 那我就不点名了 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多 就手上一大堆的股票 那或者是报上报下的一大堆 那我们的股票算非常精简 那非常精简 买在 我觉得 不是的话一定买最低价 但是基本上都是相对的低点 应该说起涨点 那卖的时候会卖在相对的高点 它不一定是最高点 那所以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确实的这个有进有出 那确实获利放在口袋里 好 所以呢 这是华新光 华新光在礼拜四的时候 就已经喷涨低满了 礼拜五的时候继续涨嘛 对不对 那礼拜五继续涨之后 礼拜一也继续涨嘛 礼拜一继续涨 昨天涨上160块附近 我们就先把它 获利放在口袋里面 好 那么后来 其实昨天也下来 好 那下来下140几块钱 那个幅度下还蛮多的 好 那今天上来一点点 那么 我希望是整理一下 其实呢 好的股票就是 你整理一下再上去 那么 续航力才会比较够 那 要不然的话 有时候你就难免不脱整理 或者是它可能震荡幅度 就会非常大 急涨急跌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 都不如是最好赚的那一段 都不如是前面最好赚的时候 好 所以其实我们确实是 已经满手现金了 就是呢 很多股票已经 该大赚的 该获利放在口袋里的 好 还有包括前顶 来前顶的话也是 另外40时候喷涨停板 好 那全市场还是 当时没有人知道 好 应该说 很多人的重点 还放上它技嘉 伟创广达等等之类 好 但是呢 我们已经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这样 我已经告诉你 你其实呢 你要注意的是 明年真的是展望强的 而且是 立即性比较高的 好 所以呢 前顶也是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这一天其实也是快要涨停板 好 那所以的话呢 到昨天早上的时候 它也是继续创新高 继续创新高等于四天 好 几乎就是三天的涨停 好 快要三根涨停板 好 那所以呢 昨天也是高档先出了一趟 好 那先出了一趟之后 后来果然就是 尾巴之后就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 今天就冲上去 好 不过呢 这个上冲下洗 都没有前面这个 这么好赚的这个时候 好 因为最好赚的时候 就在这里 对不对 当时短线上面 买好 买好之后 而且我还不是这一天买 是前面 前一两天就买 好 然后买好之后喷出去 对不对 喷出去以后 来一天 两天 好 那三天 是不是 那等于是 两根多的涨停 然后到昨天 其实加起来 已经三根涨停了 好 那我们昨天出了之后 真的真的很大 因为出了之后 后来就下来 下来以后 今天又上去 好 就这样下去以后 又上来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我们就是呢 把快要三根涨停 放在口袋里了 好 这是应该是 最实际的获利 就是真正赚钱 放在口袋里面 对不对 有进有出的操作 好 然后 那你等于赚到最好赚的 那昨天下来之后 你就 下来之后你不用担心 那当然今天又拉起来 那就是开始 比较剧烈的震荡 但我觉得漂亮的买点 应该都是那个 量缩成以后 应该是在真的 筹码成以后之后会漂亮 那个时候会比较好一点 但不管怎么讲 反正我们就先赚钱了 那虽然说最近 很多人没有赚到钱 但是呢 还是一样先获利放在口袋 而且这个是 全部都公开操作了 对不对 全市场都知道 因为呢 来 就是一根两根三根 然后获利放口袋 那出在开盘这里 刚开始的时候 那冲上去冲到新高 冲新高也获利出 9点开盘没多久 冲上去的时候 就已经先获利放口袋了 而光通讯还是比较强 应该讲说 产业能见度还是比较高 那重点是选股上的问题 还有你操作上的问题 怎么样真的有赚到钱 把获利放在口袋里面 因为你看 有时候呢 就是很多产业 就是很多人会讲 但讲了之后 就不见得真的有操作 那或者是有操作呢 但是呢 没有真的具体的获利 那虽然说最近 指数也没涨 包括今天还给你 跌个两百多点 但是呢 这几天我们就是确实 把它获利放在口袋 创威当时也是 全市场没有人知道 所以它也是非常非常强 因为呢 来 我们就是呢 滴滴的买 那买了之后呢 它就连续从涨停 所以呢 确实是第三根涨停板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时候 很轻松获利放口袋 那昨天后来不是也掉下来吗 昨天后来也掉下来吗 那掉下来之后 今天又上去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不管它怎么上下震荡 反正就是三根涨停板 有没有 把它确实获利放在口袋里面 那我觉得这接下来就是呢 好股票还会在找它的 这个发动点 但是呢 就是 有时候是短线会震荡比较大 短线震荡比较大 不一定会是非常好的买点 那而且除了这个之外 最重要是也锁定型股票 最重要是锁定型股票 因为光通讯我觉得还有一档 那一档的空间会更大 也就是说那一档是 真正梦很大 而且呢 又有实质订单的 那个订单能见度也非常高 那个还没有发动 所以我觉得光通讯还有一档 那真的讲起来那一档 我觉得是要好好买的啦 所以呢 那不管你错过前面什么 创位也好啦 前顶也好啦 如果你都错过这两个 那我觉得没关系 那基本上来说 就让他们稍微整理一下下 那大涨大跌大涨大跌 有时候震荡太大的时候 不见得就是非常好的 真正的买点 那让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还有新股票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对光通讯其实还有另外一档 那一档我觉得是真正波段空间够大的 而且也还没有喷出去 也还没有喷出去意味什么呢 就意味你有更大的 更大的获利空间嘛 所以我说 接下来呢 就是把握好股票的时候 那当然 有进有出操作 我觉得会更好 那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已经把一些获利放口袋 那一样就是现在满手的现金 那满手的现金指数 如果再往下到这边 这里一个下眼线 两个下眼线 三个下眼线 如果到这附近的话 我觉得会是非常好的买点 那当然也已经准备好了嘛 对 我说光通讯还有一档 我觉得是真正波段非常有潜力的 那一档还没有发动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如果你错过了签订 你错过了这个创威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因为呢 下一档还没发动的 现在正准备要开始 那这两天也没有涨 又有已经整理过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买点 所以想要跟上朋友就继续跟我们 就跟我们线上的处理联络 等一下就有电话 你可以直接打来 那当然你有持股问题 也可以一起来告诉我 那我都会一并来回答你 等一下就电话 就可以直接打来了 演出大家说得顺利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互付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努力判断 深圳评估 并付付投资风险 明天 tämä 在冬播剧场 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